欢迎收看明星逗逗乐,感谢收看本频道。 有指控,律师建议王力宏从今往后不要再单独会面李敬雷,以免发生更恶劣的事件。 由这封律师信开始,也标志着王力宏与李敬雷要正式开战了。 王力宏为何会一反常态,突然对李敬雷发难? 主要是因为王力宏返台后,打算回家去见见孩子,带了很多礼物回家,可是李敬雷却连门都不让王力宏进。 不仅如此,李敬雷还称,王力宏在未经过他同意的情况下,上门想要见孩子,是一种骚扰,可能对于他和孩子造成严重的危险。 对此,李敬雷还特意去报警备案,希望留下证据,日后未与王力宏打官司,留下一些手段。 王力宏与李敬雷的结局,对于这一场纠纷,一开始王力宏是采取比较温和的态度。 即使在李敬雷全力拉踩王力宏的时候,王力宏也选择道歉和稀释宁人。 可是,王力宏回到台湾后,才发觉事情已经变得一发不可收拾,李敬雷比他想象中还要疯狂。 在这种情况下,王力宏就连自己的孩子都见不到,作为一个父亲,的确有些焦虑。 王力宏曾经表示,之前之所以不和李敬雷硬碰硬,主要是害怕李敬雷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,比如带着孩子跳楼等等。 不料事情发展至今,他与李敬雷的关系比他想象的还要恶劣。 两夫妻虽然已经协议离婚,可是也不至于连门都进不去,而且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,王力宏也急需和李敬雷达成沟通和共识,才有可能妥善解决这件事。 可是,李敬雷却连机会都不给王力宏,这一下,王力宏想私下沟通,都成为了奢侈。 因为李敬雷已经做好了万全准备,要将王力宏一击必杀,并且已经为控诉王力宏收集了证据。 对于李敬雷来说,他们的三个孩子已经成为最有力的筹码,也是李敬雷最安心的安全感。 王力宏回家无门,被李敬雷拒绝进屋后,有粉丝晒出王力宏回家的整个过程。 过程中,王力宏的确很用心,购买了很多好玩的玩具,在门外敲门的时候也并不是很多粗鲁,随行的男子也在后方安静等待。 不得不说,李敬雷的戒备心的确过度了。 对此,李敬雷再度发文曝光与王力宏的离婚协议程,他们离婚的时候签署过协议, 探望孩子需要李敬雷的允许,才允许态势。 因此,李敬雷拒绝王力宏进门,是有他的权利的。 目前看来,王力宏跟李敬雷之间的确签署了离婚协议,正因为如此,王力宏才拿李敬雷无可奈何。 可是,也正因为他们的确已经离婚了,所以李敬雷才需要曝光王力宏,才能够获得有力的处境,换取更多的好处。 李敬雷也的确很聪明,至今没向王力宏提出要钱,可是作为解决他们问题的唯一的要点,钱迟早会被提上日程。 只不过,这件事由王力宏还是李敬雷提出,则是有天差地别的区别。 李敬雷提出,可能会涉嫌敲诈勒索,而王力宏提出,则是李敬雷一直盼望的结果,既得到了钱,又不涉及违法。